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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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楓, 你去22樓看看冷氣貨物件 阿舅, 師傅開私家上來 房子準備好了 是不是準備好了? 升得 我說樓上準備好了 升不升就叫你去看燈 看燈? 咦? 燈沒著啊, 應該升得吧 阿楓 是你害死阿楓的? 我…我甚麼都不知道 那天, 我分了兩組人工作 每組人用一條頻道 所以我有兩部對港機 糟了, 阿楓那組人 是聽不到阿楓那組人 用對港機說升開市的 開市的阿楓, 看不到在22樓的阿楓 阿楓靠我用對港機給指示 和看開市控制版面的訊號來操作 但阿楓的死真的與我無關 當時工人之間給的指示 太簡單又不完整 用對港機通話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表明身份 我自為跟27樓說話 阿楓又以為我叫他升部開市上27樓 溝通不足才導致意外發生 是意外, 一定是意外 你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嗎? 你不用負責嗎? 開市22樓閘門的吉祭 怎麼都不會被張紙仔飄進去塞住吧 是有人貪方便, 故意黏住的 令開市監察系統失靈 以為閘關了, 開市可以照常升降 就失去原油的保護作用 其實開工前就應該做好檢查 確保所有裝置運作正常 還要制定有效的訊號和溝通安排 令到全部工人都明白和會用才行 安全措施沒有做足 和謀殺沒有分別, 知道嗎? 走吧